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 但是,雅各啊,那创造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啊,那塑造你的主 现在这样说 不要惧怕,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按着你的名呼召了你 你是属我的 你从水中经过的时候 我必与你同在 你度过江河的时候 水必不淹没你 你从火中行走的时候 必不会烧伤 火焰也不会在你身上烧起来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是以色列的圣者 你的拯救者 我使埃及做你的暑假 使古石和世巴做你的替身 因为你在我眼中非常宝贵和贵重 所以我爱你 我使别人做你的替身 同别的民族交换你的性命 你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我必把你的后裔从东方领回来 又从西方招聚你 我要对北方说 把他们交出来 又对南方说 不要拘留他们 要把我的众子从远方带回来 把我的女儿从地级领回来 就是所有按着我的名被照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塑造所做成的 你要把那些有眼却看不见 有耳却听不到的人民领出来 列国都聚集在一起 万族都集合起来 他们中间谁能说明这事呢 谁能把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 让他们带出自己的见证人来 好显明自己为意 让别人听见了就说 这是真的 耶和华说 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 我所拣选的仆人 我要使你们知道 并且相信我 又明白我就是那位 在我以前 没有神被造出来 在我以后 也必没有 唯有我是耶和华 除我以外 并没有拯救者 我曾预告 我曾拯救 我曾说给你们听 在你们中间 没有别的神 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人 我就是神 自头一天以来 我就是那位 谁也不能救人 脱离我的手 我要行事 谁能拦阻呢 你们的救赎主 以色列的圣者 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你们的缘故 我已经派人到巴比伦去 我要使所有的迦勒底人 都像难民一样下来 都坐在他们 素来自夸的船下来 我就是耶和华 你们的圣者 是以色列的创造主 你们的王 耶和华这样说 他在海中开了一条道 在大水中辟了一条路 他是战车 马匹 军兵和勇士 都一同出来 他们都躺下去 不能再起来 他们都灭没 好像灯火熄灭一样 你们不要怀念先前的事 也不要思念古时的事 看哪 我要做一件新的事 现在它要发生了 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 我要在旷野 开一条道路 在荒地开挖江河 野地的走兽 必尊重我 野狗和鸵鸟 也必这样 因为我使旷野有水 使荒地有江河 好使我拣选的子民 有水喝 就是我为自己 所造的子民 好使他们 述说赞美我的话 然而雅各啊 你并没有呼求我 以色列啊 你竟厌烦我 做烦祭用的羊 你没有带来给我 也没有用你的祭物 来尊敬我 我没有阴线贡物 使你劳累 也没有阴线乳香 使你厌烦 你没有用银子 为我买仓谱 也没有用祭物的脂肪 使我饱足 相反的 你用你的罪 使我劳累 你用你的罪孽 使我厌烦 我有我为自己的缘故 涂抹你的过犯 我也不再纪念你的罪 你可以提醒我 我们可以一起辩论 你尽管细说案情 好使你自陷为义 你的祖先犯了罪 你的代表背叛了我 所以我要入墨圣所里的领袖 使雅各遭受毁灭 使以色列被凌辱 你添加过来 我给你帮忙 我来说 我给你拿个带来的 带来 我来说